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当中 我最喜欢的是宋朝 宋朝的皇帝虽然有昏君 但是绝对没有暴君 而且普遍的来讲对老百姓也都还不错 而且宋朝这些皇帝 就是说实在的除了太祖太宗 然后杀岳飞的高宗 然后被俘的徽宗亲宗 好像一般的皇帝没有什么存在感 就是知道的人也少 知道的人也少 但是这个里边宋真宗应该是个例外 他在位后期装神弄滚 愈演愈烈 到最后竟然搞出了个所谓的妖帽案 极其的荒谬 这看上去 其实宋朝皇帝 大家不是说觉得还可以吗 对老百姓也不错 真宗也不算昏君 他咋如此作为 这妖帽案是咋回事 其实咱就聊聊这个 宋真宗装神弄滚 要从封善泰山开始 本来他这么做 就是消除禅渊之盟的坏影响 大家都知道禅渊之盟 是吧 萧太后带着辽圣宗 率大军南下 一路打到了黄河北边的禅州 真宗皇帝本来想逃奔金陵 在这个宰相扣准的监主之下 御驾亲征到了禅渊 宋军一看这个皇帝来了 士气大振 射死了辽国大将萧达脸 这一项辽国虽了 又困兵于监城之下 宋朝援军四面八方赶来 于是辽国主动求和 按道理讲 这个时候宋朝是占上风的 对吧 你应该提出各种各种柯克条件 让辽国各地赔款 甚至收复幽云十六周 但是真宗皇帝就为了 赶紧稀释宁人 怕打仗 结果还变成了 这个给辽国碎壁 所以这件事说句实在话 感觉是挺丢人的 满朝文武都觉得没面子 真宗皇帝自己也觉得没面子 觉得是挺丢人的 那怎么办 怎么把这脸褶回来 真宗想到的就玩迷信 宣誓自己得到上天眷命 宋真宗有一天上朝 煞有介事的说 朕去年做梦 去年的梦还记得吧 我早上起来 梦的啥都忘了 梦见天神下降 让他设道场迎接天书 说着说着就有人来报 说宫殿顶上降下黄墨 上面写着谁都看不懂的文字 在此之前 宋真宗已经给大臣们不少贿赂 你看看宋朝皇帝多可爱 这事还得贿赂大臣们 给宰相 给你一壶海鲜 拿回家吃去吧 小海鲜拿回家吃去 宰相打开一看 一壶珍珠 他就还得干这事 所以底下人呢 都知道他的眼 然后呢 谁也不能揭穿 还得配合的当群眼 于是呢 宋真宗名正言顺 得到了这个上天启示 改年号为大中降福 得以呢 去泰山风扇 这件事啊 就揭开了宋真宗 搞玄学的序幕 这搞玄学啊 说白了 就是装身弄滚 这种事呢 是个无底洞 没有罪迷信 只有更迷信 真宗皇帝 想仿效唐朝 遥尊太上老君 给自己认个道教祖宗 因为这个太上老君 姓李明尔 所以唐朝皇帝 追尊他 为这个 这个 这个教祖皇帝 是吧 那么这个 你也得认这么一个人啊 所以有一次呢 这个真宗就对臣下说 说有一个赵氏先祖 名叫赵玄狼 那可是奉玉帝之命 掌管下界 这就是我们赵家祖宗 大臣明知道 这是胡扯淡 但是得配合 一时之间 大宋境内 所有带玄狼二字的名词 都改了字 要避讳 道教里呢 镇守北极的玄武真人 从此呢 改成叫真武大帝 一直到今天 首都城门的玄武门 就是北门 也要改 改名叫拱臣门 总而言之 宋真宗这装身弄滚 弄的是越演越烈 整个朝廷 也是乌烟瘴气 你要不信这玩意儿 你都不好意思 在大宋朝廷里混 就这样 从大宗降服元年 也就是公元1008年开始 十年 一路装身弄滚 终于玩出事来了 天喜二年 也就是公元1018年 北宋西京洛阳 流传的一个谣言 说是天空中啊 有一个形状像帽子的妖怪 一到晚上 就幻化成蓝一样的怪物 飞入百姓家中伤人 有胆子不怕死的 组织青壮年 拿着兵器 成群结队 到处搜捕捉拿这个妖怪 更多人吓得是一到傍晚 赶紧回家关门落索 拴猪喂狗 挡鸡窝 生怕自个儿呢 有个三长两短 一时之间 这洛阳城是人心惶惶 没过多久 这个流言就传到了陕西 陕西百姓也因为这个妖帽 茶饭不思 是不是生产 地方官觉得 这不叫个事啊 这个怎么办呢 就赶紧把这事一五一十 上报给朝廷 这一下宋真宗生气了 洛阳附近就是北宋 黄陵啊 河南巩义 真宗的灵我都去过 宋真宗的灵我是去过的 是吧 这种地方闹妖精 摆明了就是恶行 我们老赵的 而且洛阳离东都开封这么远 怎么洛阳官员啥都没说 反而让远道而来的陕西官员报告 这事肯定有鬼 于是呢 就派人去洛阳了解情况 洛阳留守王四宗 是个无神论者 属于自己生病都不起求上天的那个主 哈哈一笑 表示说这都是市井小民捕风捉影 搞得流言蜚语 所谓谣言止于智者 过不了多久 等真相浮出水面 什么帽啊 腰啊 也就都销声匿迹 现在洛阳城内百姓安居乐业 要是皇帝的使者不信 你就去街市上随便走法 你见到冒腰算我输 王四宗都说到这份上了 钦差走遍洛阳 也确实没有看到冒腰 就回开封复命 结果他前脚刚到 后脚开封城 就冒腰的传闻 而且说的是神乎其神 有人说这冒腰七十二遍 生吃人肉 取人手机 不但老百姓信这个传言 连禁军都信 当时开封禁军几十万人 整宿整水也不睡觉 拿着武器围坐一处 跟着老百姓弹务到处喊叫 连皇帝陛下都听得是清清楚楚 眼见这破事啊 闹得是越来越大 再发展下去 外衣有人振臂一呼 说这就是因为皇帝昏庸 才有妖魔作祟 那自己皇帝位子就坐不稳了 所以真宗皇帝啊 终于害怕 干俩事 首先是处理人 洛阳留守 王四宗放着这么大事不报 是何居心 贬官 然后下令严查 谁在开封城散播谣言 把那个这个 发着帖子的人都封号 抓起来 举报者重赏 结果呢 抓了好几百嫌疑犯 那总不能把这几百人都杀了 所以一番突击审讯 其中一个和尚俩道士 平常呢 就没啥正经职业 经常疯疯癫癫的 说些装神弄鬼的这个话 反正仨人也没什么亲朋好友 替罪羊就是那哥仨 于是三人呢 被压赴法曹 公开斩首之中 接下来呢 这个真宗皇帝赶紧开谈做法 祈求老天爷降妖除魔 并且呢 表示自个儿呢 一定会改过自新 赢得了老天爷的信任 毕竟呢 这冒妖之言太不吉利 按照这个真宗皇帝 一贯的这个装神弄鬼的做派 肯定呢 是自己得行有亏 得罪了哪路神仙 甭管冒妖有没有 都是老天爷事情 一番骚操作 冒妖之言 非但没有压住 反而欲掩益裂 一直闹到了这个黄怀之地 其中就有北宋的南京应天府 就是今天的这河南商丘 这个应天府尹 王增对付冒妖呢 有手段 他没有对传言听之认知 更没有胡乱抓人杀人 王增撇出不靠 说谁能看见这冒妖 必须详细说出 整个遭遇冒妖的 经过时间地点人物 一点不能错 要是有一点点插持 就给你治个妖言惑众之罪 大宋刑律规定 妖言惑众严重的可以处绞刑 最轻的也打60码 这等于谁穿妖谁负责 一套下来 应天府再也没有人说自己见过冒妖 这事在黄怀地区呢 就渐渐消停了 王增这办法特别好 但是没有办法的开封用 因为皇上都决定要用祭祀的办法送走冒妖 你要告诉他老人家这冒妖纯粹就是无中生有的谣言 皇帝的脸往哪搁呀 所以王增很知趣 一言不发 任由真宗皇帝折腾 到后来呢 这个开封的冒妖传言根本止不住 天上还非常不合时宜的出下了扫巴星 这在古代啊 绝对是大凶之兆 说明这个君王已经败坏到了一定程度 不过呢 这事儿也救了真宗 真宗也算聪明 救坡下旅 不是有扫巴星吗 说明朕德行有亏 大臣赶紧提议去 朕改了不就完了吗 然后再跟底下大臣打招呼 提点建设性意见啊 什么皇上您不注意休息 为国操劳太多这类的事 这事儿就过去了 大臣们呢 这个太懂皇上心思了 那就跟真宗说 您哪 东宫未立 这不吉利 冒腰也好 扫巴星也好 都是冲着这个来的 或真宗听闻此事 赶紧立了太子 反正他自己六个儿子 就剩一个赵兽义还活着 不立他立谁呢 等太子策立了 惠星一消失 真宗立刻宣布 自己已经改过自新 这不是吗 天上惠星没了 地上冒腰也该走了 于是开封城里 关于冒腰的说法 渐渐就没了踪影 冒腰案呢 是真宗在位的时候 最后一次大的装神弄滚事件 他在位的时候 几次装神弄滚 一开始还能粉饰太平 给自个儿呢 带来稳固的统治 但是上有所好 下必甚烟 皇上 大家一看皇上好这口 就纷纷拿这个东西搞事 到最后就搞出了个冒腰案 除了这种事 早就脱离了皇帝的控制 宋真宗到最后 不得不灰溜溜的停止 一切装神弄滚 后世皇帝看到宋真宗的狼狈 也没有再靠玄学 巩固自己统治了 毕竟玄学这事 怎么解释 好像都有理 而解释权 又不完全在皇帝手上 这就成了潜在的 不安定因素 真宗呢 也就很荣幸的成为最后一个靠玄学巩固统治的皇帝 好了 那关于宋真宗时期的冒入妖案 咱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谢谢大家